每天做五题,英语没问题 No.1,How about some reading? 此处考察的是about,是借词 借词后面要加动词的ig形式 所以选择B形象 No.2,Each boy and each girl are part 此处考察的是 每一个男生和女生都有一个例 而each并列用单数 each boy与each girl合在一起 就是each child 是每一个孩子 所以用作单数选择A选项害字 而C选项害物字没有这个词 我们害物的单数就是害字 No.3,Does she go to the walk of the car? 此题我们已经讲过很多遍 考察的是交通工具 by C选项加上交通工具 是直接加比如by car 而on加上大型的交通工具 in加上小型的交通工具 所以此处选择A选项 in the car 称作的是家里的小汽车 No.4,He has few pairs 什么he 而在这里面考察的是 反应语文句 反应语文句要遵行 前肯后否,前否后肯 而在这里 few它表示的是几乎没有 是一个否定词 所以我们后面什么he 应该用一个肯定的形式 直接把A选项 C选项排除 正确的答案是 B选项 Does No.5,What 什么要mother C read books 在此处 我们的READ要读作 Ride 是read的过去式 为什么 如果它是我们的一般现在式的话 那么she是第三人称单数 后面read要加上s read she reads books 但是此处用的是read的过去式 ride是一个过去分词的形式 所以我们选择的选项是A选项 What did your mother do 后面加上动词原形 所以选择的是do 答案是A选项 你做对了吗